湖南省政府周四公布李旺洋死因调查报告 结论维持是自已身亡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质疑报告是中共官官相护的结果 将到香港人不会相信李旺洋是自杀 多个政党也表明不接受报告 质责中共欲盖弥彰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湖南当局公布的 李旺洋是自杀的调查结果 表示强烈的质疑 他强调会继续跟进事件直到真相大白 我们觉得香港是没有人会相信李旺洋是自杀 也都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自己人查自己人的一个结果 不会相信湖南公安当局不是官官相伟的 我们继续坚持中央要落到湖南当局那里进行调查 也都是我们要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我们是会继续坚持这个真相 另外民主党和公民党接批评当局的报告预盖弥彰 在不公开不公正的情况调查令人难以幸福 要求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与网ato